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1月5日 有幾件事需要大事上說一說 一 這是美國金融所今早宣佈 對於中國的三隻電訊股不打算脫牌 我之前有說過 美國或紐約交易所可以對一些所謂的科技股去除牌 對於一個電訊股 它絕對不會那麼容易將它除牌 因為這個是電訊股 它賺的是什麼人的錢呢 是賺中人的錢 一間可以是每天都賺幾億元的公司的電訊股 可以說是全世界最賺錢的電訊股 而你竟然說可以將美國資本不讓它投資到這一隻 你就即時叫貓不要吃魚 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裏 是只會做一件事 煞球生意有人幹 賠錢生意無人做 假設這個是美國的證券交易所 如果不讓中移動這些上市的話 很簡單而已 美國資金就會說一聲 用其他方法 走出去外面離港 去買一些最賺錢的股票 所以這裡大家可以看到 只要那件事是在美國方面無可替代的 在這裡就是賺錢能力 美國佬是會跪在那裡 為豬那 看錢分上 看 看 所以 對於美國 或者這個是政治方面的打壓 我們固然有一方面的是要留一手 另外第二方面 最要做的事就是 因為我有錢賺 搞好生意 有盈利 我可以不分給你的 你想入股嗎? 可以 給一些入場費 在中移動方面 我是猜測它 是大致上 由這個 是46元 可以去到41元 就是看它怎樣打壓 果然 它真真正正說 通告 要除牌 於是 中移動就下到42元 現在來說 我會覺得 41元 或者42元 中移動的底 暫時 在這樣的形勢之下 是叫做鐵底 我很少講股票是用鐵底這個字的 因為 第一 它那時候 在那個價錢的息率 是升到8厘 你買它 好過買美國債券 美國是30年債券1.6厘 10年債券9厘 是0.94厘 以及價格計 你想想 我是8厘 我還可以隨時沽出去 所以在這一點裡 中移動的吸引力 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那 我以前有推介過中移動 現在 我堅持著 也不需要再說其他 其他 也有推介過股票 包括有 聖木 1432 今天它就8號指 我也有講過有波斯登 當它還兩個多的時候說的 即是未到冷的時之中 你就要做了 這個很簡單的 我只要記住一件 歷史上教我怎麼炒股 這個就是 陶珠公即是犯禮 一般相傳說陶珠公就犯禮 他說 冬天做禪衣 夏天做棉衣 即是說 冬天呢 你要做春夏之衣 夏天呢 你要做棉衣 夏天這麼熱你做棉衣 是啊 這叫做軟健 不是叫做眼前撒眼嬌 你去消費者 夏天 你去買一件薄薄的 是沙 衣 即是到你冬天呢 你要買定現在是棉衣 即是棉衣 做的時候 你認為你要用的時候 就可以馬上做到給你嗎 不是的 所以記住 以後去買波斯登 每年 都是8月、9月 夏至那些日子 熱到抽筋那些日子 你們去看看 波斯登的價格 合不合看 有什麼情況 影響得到它什麼 我第一件事要判斷的就是今年 我認為今年是很冷的 那為什麼很冷呢 我都說這樣 我每個立秋的時候 只要穿短褲出來 我巴斯站前面那裡站著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 我這十年裡頭 那時候呢 起碼準了有七、八年 那我就相信這件事是準的了 如果我每次 撞頭埋牆 我就撞出幾個號碼出來 就可以一買股那些東西賺到 我就天天都撞到埋牆了 是不理智 不過你慘得過叫準 所以有一件事 有些事情 當然我會好解釋 可以用一件事 我出去企凍的時候 這叫做 Microclimatology 微小型氣候 當然了 不是真的撞頭埋牆 這樣這麼瘋狂的 不過只是這樣說而已 是吧 在這一點裡面 所以你要記住 為什麼人家說 以前說聖誕中買匯豐呢 又是一個時節、調節性 同樣都是一定要看這件事 那 以前我也講過 介紹過沿通 當然阿里巴巴一買沿通 我就說行 要留意它了 可以去買它了 那塊腿已經跳了上去 現在跌下來 到現在最近機會 我營利可以升得很多 我鬼人都知道你營利升得多了 阿里巴巴買了你 一定有生意打搬給你做的 是吧 雖然阿里巴巴現在有些問題 不過阿里巴巴有些問題 是在12月之後 11月的時候 10月9月的時候你賺夠了 所以 喏 中的沿通 去到之後那時候 是不是會很好 我不知道 因為阿里巴巴現在落爛了 真的在這個12月之前 阿里巴巴沒有落爛 很風光 哇 那個光君節 你認為有多少單要停在那裡 去運輸呢 所以為什麼你的盈利 不會升得到呢 為什麼你的金額不會升得到呢 現在問題是出現一件事 突然間看到這麼好景 你可能擴展了很多東西 突然間阿里巴巴 如果突然間說 不行啊 那你是不是over expand呢 我不知道 看它的業績先 看它的業績公佈 很多東西你可以預期猜得到 聖木 為什麼你會猜到它呢 蒙牛都肯將它要去買多些奶源 將它借給聖木筆錢 不要錢要回股票 那人家買牛奶 當然是對我們這種門外看的 當然是知道了它的奶源好沒有啦 那為什麼 這個蒙牛現在一路一路一路 是不是肯建出新高呢 很簡單 中國人富裕了飲牛奶多啊 還有木牛呢 好鬼奸的 同一隻牛奶而已嘛 包裝有些叫做早餐奶 有些叫做老人奶 又是嬰兒奶 又是嬰兒奶 可能有些是 讀初一的有一筆初一奶 初二的有些 你高考的那些叫做高考奶 讀大學的那些大學奶 為什麼呢 它各自給你不同的學習程度的需要 因為它真的是這樣搞的 當然呢 我剛才說讀書 初一位就是 不過有些叫做 下午的奶 又是夜晚的奶 不要說只是加一間味 一間味道的時鐘 你可以只是喝完之後 上次喝了下午你不喝的 真的要喝什麼 告訴你 你的早餐的 有午餐的 有夜晚 你一天要三次奶 如果按照它的 市場的市場 市場的部署 的話 是不是鼓吹消費呢 還有一點 大家一定要記得 中國政府現在 是很注重學生的體質 因為 中國要和美國人打一場 世紀之戰 打一場世紀之戰怎樣做呢 培育下一代的老 要打的 是打IQ 不是打瘦瓜 要打IQ的話 一定要做的就是 老一點,多一點發達 好了,說回市 市今天 大家猜它 死了死了死了 你會跌下來 突然間彈一聲 給一個 三日填信股 托你全 第二,我們會說死了死了 美國會跌 突然間 我們不是跌很多 為何會這樣情況呢 是很簡單 美國人為何昨天會跌 這個震盪 未必這麼快去完 就是因為 特朗普 再跟著在 Georgia這個地方 下很多手腳 他還是要覺得 有一件事 你一日國會 未曾通過法律 通過了那個議案 選舉人那裡 確認拜登是總統 特朗普也有機會 打掉你 而讓他做回總統 這個危機 我一直以前都說 是一定會存在 特朗普是一個死不認輸的人 就算他真的被你 拜登宣佈了 做到總統之後 他會跟著繼續 那四年裡面 只要他不死 他日日都會有新聞 新聞會多過 這個X總統的新聞 會多過你現任總統的新聞 他會拆動他那些瘋狂的支持者 去拜登拖他後腳 不讓他有表現 其實這個情況是在香港看到的 反對派一路就是反對者反對那 不讓他有表現 而為什麼共和黨議員會聽特朗普的說話呢 因為接下來將會有這些議員的選舉 如果你現在不支持特朗普 到你要選舉要求斷步時 特朗普那批的選民 不會選你 這個就叫做政治交易 所以因此 接下來這個是 這牌裡面來說 是會真真正正在美國政壇 好瘋 那這件事瘋 影響了香港 不影響 因為我們特首都不用 這個是動來動去的 坐定定起 什麼都是坐定定 包括對抗疫苗都是坐定定 就是這樣 等運到 特朗普不是一個等運到的人 特朗普是一個為自己製造創造命運的人 所以在這點 美國市場的波動性 在今年的一月 將會特別大 這個可能會影響到降股 不無論如何都好 看回恆子 恆子 基本腳勢 都是上升的 沒有法子 不需要理它 很簡單 所以其實這裡 升完上去之後 昨天升完之後 哇 人都很樂觀 我還瘋了 是吧 說它破了之後 會上三萬七 是吧 那你怎樣 不要緊 今天以為你都可以死 它又不能死 一樣還是看 上面會看著 是27500 早到28 28 然後再穿得到這個 即是29,000 然後再上 又是朋友問 長實集團 這個長實集團 1113 就真真正正以前的一號仔 長實 這個是做地產的 做地產的 之前曾經時期 有資金的流入 好像這裡這樣 流入 去到這裡之後 雖然 李氏家族說買很多 買很多 買很多你買上去吧 買不買你又收手 所以它就跌下來 色 是4厘 這個 市盈率 是7倍 是便宜的 不過 這麼便宜的東西 很多都有 好 在這點裡面 你看到日線圖上面 是去到這裡 升到這裡 是有阻力 這個中軸的有阻力 因此 你一定要升破了阻力 才可以再看得到好的 這個就是兩個月的 所以作為做一個投資的對象 是 不過不失 如果你已經有貨的 看一下 是一邊拿著它 還是要這個 再跟著 是要這個 放貨 是要看了 沒有貨的 你可以炒一轉短的 看看會怎樣情況 中國中車 這個也是被 當作打壓的 在這點裡面 你可以看到 這兩天 是資金多了進來 資金也是多了進來 今天 所以 在周線圖上面 是有微升 這個是資金 成交金額 這幾個星期 是慢慢 是多了 市盈率 6倍 息率 是5.8厘 那 就比當時 之前那隻 是詳實好一點 那 再跟著 看看 今天 你看到它 又到一個是上升 那其實這個上升 的上升 的來由 是在這裡 之前 已經出現了 所以 如果你看到之前 以前出現的話 這裡你可以當作是沽貨 這裡又是沽貨 那沽貨 那沽貨之後 它不下跌 那你不下跌 就要升 這個就是 今天 兩個月的月線圖方面 因此 它應該可以有條件 看上來這裡 以至 去回 3.4 3.2 這個水平 金豐科技 只可以說 它是一個 是政策之下的受惠者 你看到 五日一直都有資金流出 流入 昨天還特別之多 那它之所以 多呢 是因為 的而且確 它是受到了政策的支持 它是會 所謂的 風城火勢 但它也都升得 很多下 是不是很多 又不是絕對多 因為你看到 它從這裡 升上來的話 都升了幾十個星期 十幾二十個星期 它現在要以周線 這個是月線圖 對不起 月線圖 月線圖的時候 要留意一件事 你看到之前 這裡有一個頂 這裡有一個頂 現在的頂 破了沒有 破了 在以前月線圖 它曾經可以升過這麼多 升足差不多兩年 那麼長 這裡已經 起碼有十幾二十個月 所以會不會歷史重現 我不知道 不過 我可以知道 它是破了 它上市才來的 一個頂 兩個頂 三個頂 然後做出歷史性高位 一個很簡單 在月線圖上突破的話 頂 頂 頂 底 底 那如果這個是頂 的話 這個是底的話 那它底下的底 就是五元 那頂這裡是十二元 那就是這裡 就會有七元 七元的時候 我將七元 再加上十二元 那就會看到是十九元 它現在是十六個九號八 的士大約十七元 那在目標價 為什麼我們會看它十七個三呢 因為之前最高見過是十七個三 你一定要突破了這個十七個三之後 你才再賣到十九元 因此在這點裡 我覺得 金豐科技 這個不是我選的 是有朋友問的 這個就是它一路的走勢 還有一些可以上升的空間 我們特別是不要忘記 有些日子 為什麼它這麼多成交呢 成交早在股價之先 告訴你 在這裡的成交 現在多了 即使又是開箭第二個升浪 不過記住 這裡的成交 和這裡的成交對比 這裡是少很多 這裡少很多 因此你要留心 它們可能已經是 升到某個階段 是要真正要休息 中國農工 是在做滑輪的 如果中國的製造業好 機械上面的滑輪 什麼等等的需求 都一定會好的 它的 bearing 在這點裡 中國農工也一樣 中國農工最近的資金流入取向 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因為真正資金不是太多 不過 在日線圖上面 你看到 是慢慢 它是在創造 在湧上去 在市村的高位 穿不住 下來 現在要看它 接著會不會升穿上去 可以繼續 現在量度升幅 就去到這裡 去到大約 2.5至3元 就是這個位 最主要看 就是它這個 是阻力位 這裡 當作是雙頂 能不能升幅 這裡一樣也是 暫時需要調整 因此延價可以吸納 不過 在守著指示位 是波斯登 做漁涌的 很簡單 漁涌 冬天需要 我當時起大約是 9月左右 推介這個 在這點裡 它最近 股價就十分好看 你看到這裡的資金是多了 這個周線圖 資金多了 不過最近 已經 資金流入 少了一點點 這點產生的 就是問題 是甚麼呢 若然資金流入 是少了的話 我們會有一件事 要看看這裡 今天有資金 未曾知道多少 看看會不會多 若然資金流入 是少了的話 是要考慮 力量已經不計 今天所要推介的一隻 永勝醫療 永勝醫療 是純粹從一個技術走勢上 激破 激倒 來做的 一般來說 他們的大手買賣 最近這幾天 是多了 它曾經去過大約是3.7 那麼高 跌下來 然後這裡 就是 屎逃 是突破 看看 這個也是 保力加通道的應用好處 這個叫做 渣頸就名 他們渣了 好渣好渣好渣 接著拿著 擴闊少許 真的還是很渣 接著它一直守住 保力加通道的中軸 然後這裡就向上突破 然後現在這裡 也有一點點握頸 既然握頸的話 看看它會不會突破上來 這是周線的 整個來說 都是真正握頸 握了很久 是有一點點意圖向上 那麼 成交呢 最近也是多了一點點的 去到這裡 握頸 向上 因此 我只會估計 它這裡將會繼續向上 如果這裡它繼續可以升破 哪幾個阻力位呢 第一 最高位的時候 是2.057元 即是這個保力加通道的頂 現在正在做的2.07元 因此 今天看到稍為突破 若然它突破的話 我們又可以當它這裡 是一個少少的圓底 因此 在這裡 你是大約2.01多 這個1.07多 上面加上去 就大約2.03 這就是目標位 如果2.03能夠再突破的話 可以再看多少 看看周線圖上面 這個位 如果能夠突破的話 上面來說 就是3元 或者 更好些位置 看它後面怎樣走 因此 這個永勝醫療 暫時可以留意一下 3元好像不是很多 不過現在現價 它是2元而已 如果3元的話 就可能好像是50%左右 這個表 就是這個以前我曾經推介過股票 當時中移動的時候 如果有一個推介的話 就猜它可以去到44元 44元 或者去到41元 這樣 當時 當然這裡是止了蝕 這個之後再要考慮 這個就是其他還要推介的 這個就是在12月7日之後 這裡回答朋友的問題 這個是表 這個是10月8日和12月21日 22日 23日 28日 29日 30日 4日 5日 在之前的一天 那個 即是說 即是在16日 那個 10月10日 昨天 還出現的 今天就出現了 這裡的表 每一個 每個 每個 10日 即是兩個禮拜 大概 兩個禮拜之外 就會取消了 如果大家 朋友 要問一下股票的話 麻煩 先看看 這個表裡面 有沒有你想問股票 看看 是不是可以幫得到你 如果這裡有出現的 我多數不會回答的 除非它是有一個特別的情況出現了 如果不是的話 大家可以在這裡參考一下 今天就是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